好 趕快來關心 山豬爾已經減弱為輕度颱風了 但目前的最新颱風動態 還有路徑 接下來還有哪一些地區 要注意雨量的部分 交給氣象主播 惠賢 好 我們來看到山豬爾颱風的 最新動態了 那麼現在雖然說 它已經是輕度颱風 而且受到地形破壞的影響 所以在近三個小時以來 它持續的都在減弱當中 但是預估最快最快 在明天清晨到上午的時間 才會變成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在時間上 有可能還會再延後 我們來看到現在 它持續的都在籠罩我們 所以由它整個暴風圈來說 雖然已經縮小了 但是包含在南部地區 還是要留意 花東地區也都會有雨 我們從現在最新的一報 海景圖來看它距離我們的位置 那麼您會發現 它現在在高雄的東方 20公里處持續的往西北方向來走 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而且幾乎呢 幾乎就是近似滯流 沒有在動 在原地打轉 幾乎都是這樣的形態 那麼最大風速 每秒25公尺 相當於是10級風 至於正風 每秒33公尺 相當於12級風 暴風半徑 來到150公里 所以您看到目前 在路上警報範圍 包含在桃園 到苗栗一帶 以及宜蘭 已經解除路上警報 但是在台東 以及在花東一帶 南部地區 同樣的台中以南 都還是警戒範圍 要多加留意 那麼緊接著來看到 是雨是方面了 我們看到 在這幾天來說 雨在高屏地區 在台東地區 不斷的都在下 那麼看到旁邊這張圖 是今日累積雨量 截至今天的八點鐘為止 我們看到 不只在高屏 在花蓮有279毫米之外 台東499毫米 那麼這是今天的雨量 而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在瑞芳 你也會看到 尤其是瑞芳 達到了破583毫米 代表的就是 有達到大豪雨的等級 緊接著來看到的是 旁邊這一張 則是從29號 到今天的八點鐘 雨是持續的都在下之外 尤其看到在台東 以及在花蓮 幾乎就是突破了上千的毫米 而且還會持續的累積 到明天的清晨為止 雨勢還會持續增加 不過雨勢由南往北 慢慢的就會來做趨緩 在南部地區 現在高雄雨勢 已經慢慢的少了 不過屏東還是要留意 再把時間交還給零千 好 我們看到山土的颱風 今天為許多地方 帶來狂風暴雨 那接下來的天氣動態 還有是不是又可能 有新的颱風生成呢 再把時間交給惠賢 好 我們先來看到 在未來這幾天來說 雨勢到底會怎麼下呢 那麼要提醒您 一直到明天清晨為始 高平地區在台東 花東 基隆北海岸 以及在新北山區 通通的雨勢都還會滿明顯的 我們就看到紅色紫色這一塊 以及在上面 在基隆北海岸一塊 同樣的會有黃色綠色的 代表的就是說 這雨勢還會有局部性的大雨發生 那麼緊接著到明天的時候 整體的雨勢就虛緩了 不過在花東一帶 基隆北海岸 以及在一些山區 同樣的都還是會有雨 但是一天比一天 雨勢會虛緩 緊接著到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整體的雨就會更少 但是環境上吹東風 因此在迎風面 包含在東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還是會有雨 所以要提醒您 未來一周來說 在天氣狀況還是不太穩定 那麼中南部地區則是 午後也會有雷震雨發生 再來看到了很多人關心 接下來會不會還有颱風 還是說山陀的颱風 它會不會就是今年的最後一個颱風了呢 當然都還要繼續觀察 但是我們看到 從這幾天 未來一周來說 整個熱帶系統的發展 目前是沒有明顯的訊號 不過接下來的形態 因為持續上進入到秋冬 秋天的季節 因此東北氣風持續的就會下來了 那麼接下來幾天來說 颱風過後 低溫也會來報導 包含在北部地區 東北部 在未來禮拜四 禮拜五 也就是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溫度上會下降 可能來到了20度左右的低溫 都要多加留意 只是說到底會不會有颱風 目前雖然沒有明顯的訊號 但是呢 還是有可能會發展 只是有沒有進到台灣而已 以上就是這一節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交換給林仙 我們繼續來看長庚醫學大樓 騎樓天花板被催落 淹沒了停放在門前的三輛汽車 最新的畫面交給盧品浩 好的 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高雄長庚醫院的醫學大樓前面 可以看到記者後方 這個騎樓的天花板 已經全數掉落 停放在門口的三輛車輛 而早在天花板砸中之前 這三輛汽車已經被露宿 倒塌給砸中 所以無法移車 因為根據民眾的說法呢 因為白天的風勢實在太強了 才導致這天花板被催落 而當時醫院呢 也已經緊急廣播 請病人與家屬 不要靠近這個掉落的區域 現場也拉起封鎖線試警 而一旁也有公務局派員 來搶修這些倒塌的路數 防止這些急診的救護車的通行 而因為受到三坨颱風的影響呢 這個高雄市 近十萬兔的停電區 台電也已經派員去搶修 已經預估今夜呢 將會恢復五成住戶的電力 以上最新情形 主播 好 再繼續來看 滯留了好久 今天中午山土耳颱風 終於在高雄小港登陸了 次上署發布高雄市大雷雨的 即時訊息 以及災防告警訊息 而在高雄男子的人物 古山這邊都有淹水災情 事實上不只是南部 東北部跟東部的雨勢也很驚人 這場署截至今天下午2點20分的統計 新北瑞芳的累積雨量 是排名第一的 另外基隆也出現淹水災情 那麼為什麼東北部雨是這麼大呢 一起來看看 黃蜂奏雨 露樹被吹倒 妙雨台樓倒塌 相當驚險 風雨中仍難以站穩 慢吞吞怪台山土耳 10月3號中午在高雄小港登陸 山土耳臨遲大家好幾天 也帶來驚人雨勢 豪雨狂炸 新北市瑞芳淹水嚴重 民宅湧進黃泥水住戶好無奈 基隆等地方也淹水 而氣象署還發布 基隆市新北市大雷雨即時訊息 以及災防告警訊息 根據氣象署截至下午2點20分的統計 10月3號累積雨量排名 第一名是新北市瑞芳 下了448.5毫米 第二名還是瑞芳有377毫米 第三名平東縣大旱山356毫米 再來是台東京峰346毫米 還有高雄古山343.5毫米 而前10名中台東縣就佔了4名 東北季風增強了 所以這個東北季風呢 就會跟這個颱風的暖濕水氣 造成有一些這個符合 所謂的共辦 微共辦的這個現象 那麼所以呢 在淫風面的東北部地區 今天的降雨 一整天的降雨都是非常的大的 那麼在東半部地區呢 也是持續受到颱風環流 還有南台灣 也是持續受到颱風環流的影響 也是持續有一些強降雨的情形 那麼一樣雨勢的狀況呢 也要等到明天甚至是 禮拜六降雨的情況 才會明顯的趨緩下來 原本如果是颱風的在環流 在我們的東北部吹東北風進來 那它是一個強度 但如果東北風又加進來 變兩個的風速加乘在一起 那加乘在一起 就代表著風速增強 風速增強就代表了 它輸送水氣的量 也會同樣的加強 東北部東部南部 都不能掉以輕心 查看氣象署資料 從10月2號到3號下午2點半的統計 台東縣累積雨量驚人 第一名是台東晶風 有1020毫米 第二名南俄 939毫米 第三名利家林道 915.5毫米 再來是晶風相攻所 773毫米 台風在這邊 台灣的新南側 又有帶來暖濕的水氣北上 那所以呢 這股乾冷的通北風 跟暖濕的水氣 就在台灣的東北部 這邊造成負荷的現象 受到颱風和其外圍環流影響 容易有短延時強降雨 10月3號 在新北市北海岸 屏東縣 台東縣 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另外在台北市山區 基隆市 花蓮縣 高雄市 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 而不只雨勢 還要注意氣溫變化 今天的溫度很明顯地轉涼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東北風增強了 那麼這波東北風可以說是 今年入秋首播的東北季風 報導影響台灣 那麼這波東北季風 會從今天開始一直影響到禮拜六 所以這幾天呢 禮拜六之前感受上面 還是會比較涼一些些 禮拜天東北季風就會減弱了 氣溫下滑配合沿海的風勢很強 所以我們會很明顯地感受到 有種入秋換季的感覺 目前預測週四 週五的北台灣的低溫 有機會來到21到22度 跟我們夏天的時候 動輒就是30度的感受上 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降雨趨緩和氣溫回升 都可能要等到週六 而這次山陀兒颱風的路徑和歸宿 讓全台灣懸著一顆心好久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慢 學者也說不只少見 幾乎算獨有 我們都實際上聽過一句話 九月台無人知 那主要就是因為九月份 在這個季節裡面影響這個颱風 它要往哪個地方移動的 它的系統會從原本的 只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 這時候會受到北方的高壓影響 如果這兩個勢力差不多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形成滯留的現象 山陀兒難以捉摸的滯留 讓氣象署氣象專家很頭痛 也讓颱風架放不放變得動輒得救 全台灣的心隨著這個怪台上上下下 TVBS新聞 暗夜中在次熱的警報聲之下 美軍巴爾克利號驅逐艦發射飛彈 攔截伊朗的彈道飛彈 伊朗週二發動的大規模夜襲 200枚飛彈宛如流星雨一樣劃破晝夜 狂轟以色列 嚇得民眾趕緊躲進避難所 但還是有人忙著抬頭看狀況 被親友強行拉進室內躲避 還因為不遠處傳來的爆炸聲響 挫了一下 伊朗為了幫珍珠島領袖納斯拉勒 報復發動飛彈攻擊鎖定這座艇 有F-35逆蹤戰機的南部空軍基地 德黑蘭聲稱他們成功摧毀兩個中隊 多達20架F-35戰機受損 不過從衛星圖來看基地大致完好 僅有一棟建築屋頂被炸出一個大洞 實際戰損尚不明朗 但在台拉維夫卻是這個景象 剛從美國飛地台拉維夫的CNN主播說 他在離開機場的路上看到許多大蛋坑 軍事專家透過飛彈彩還分析 伊朗可能使用地對地彈道飛彈 流星三行來攻打以色列 因為伊朗和以色列之間 相隔伊拉克 敘利亞 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 兩國直線距離超過1300公里 要從伊朗本土達到以色列 只有射程2000公里的流星三行才辦得到 隨著局勢升溫 外界格外關注以色列可能採取什麼方式報復 打擊伊朗核能設施是其中一個選項 但真的炸掉核能設施能夠嚇阻伊朗的核攻擊嗎 專家說很難 就連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美國總統拜登都明確說 他不贊成攻擊和設施 但如今伊朗已經加入戰局 還不斷與以色列隔空校正 整個中東地區距離全面開戰又更進一步了 以色列對伊朗的怒火也燒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以色列外長指控他沒有明確譴責伊朗 根本不配踏上以色列的國土宣布禁止他入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以色列又展開新的攻勢 今天連續三波轟炸貝魯特襲擊真主黨的情報總部 另外也派出戰機定點襲擊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 目標也是拘殺真主黨領袖的女婿 在地面戰部分 黎巴嫩一座村莊引爆炸藥 阻止以色列地面部隊入侵 不過以色列說 他們在地面戰中擊斃了15名真主黨成員 走過崎嶇山脈地形 以色列地面進攻黎巴嫩過程卻沒想像輕鬆 邊界處以軍派來直升機運送傷兵 以色列國防軍證實地面行動已經有8名士兵陣亡 當中還有許多來自戈蘭旅的精銳士兵 我們也知道 很多的這些軍隊是領袖和領袖 他們是頗為年級的領袖 但有一個很大的爆炸 讓經驗的軍隊被擊斃 黎巴嫩境內有兩座主要山脈 分別是中部的黎巴嫩山和東部的安提黎巴嫩山 最高峰索達山海拔3085公尺 相比進攻加薩又是不同等級 以色列不願侵放真主黨 現場訪問一名拒絕撤離的以色列婦女 儘管他希望以軍擊退真主黨 但還是擔心地面上的以軍安危 以色列宣稱只採取有限的地面進攻 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地區 狀況似乎越來越危險 周四凌晨再遭以軍空襲冒出巨大火光 這次以軍鎖定真主黨一個衛生單位 釀成至少六死 不遠處的廢墟中 還被人擺放真主黨已故領袖 納斯拉勒的照片 現場有男子特別前往致敬 黎巴嫩目前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006年的戰爭 真主黨發言人現身貝魯特近郊受訪 卻拒絕回答敏感的兵力折損問題 他還報喜不報憂 堅稱真主黨目前一切良好正在恢復實力當中 但是上百萬黎巴嫩人流離失所 貝魯特背後還撥起一名黎巴嫩知名歌手 他說接到警訊後被迫在凌晨三點帶著小孩逃命 沒想到才走到不遠處十字路口就聽見爆炸聲 同個地區還有居民指控以色列是胡亂轟炸 以色列在加薩戰線的行動也還沒停止 再度鎖定甘尤尼斯地區炮轟 巴勒斯坦衛生部指控已軍週三的攻擊 造成至少90人死亡 敏感時間 敘利亞大麻士格也遭遇攻擊 飄散濃烟 敘利亞官媒指控以色列是幕後黑手 真主黨和以色列大打出手 黎巴嫩政府卻只能乾瞪眼 不過黎巴嫩外長透露 真主黨領袖死前曾經同意停火 路透社也報導 真主黨領袖預期前接獲伊朗最高領袖的警告 要他趕緊逃命 擔憂真主黨高層已被滲透 只是這個警告 為11萬以色列消滅大半真主黨領袖幹部 要東山再起恐怕難上加難 有新聞 綜合報導 好 鏡頭轉回國內來看 為了增強防災跟應變戰爭的社會任性 總統賴清德正式為此成立了專責委員會 未來將統整為數40萬 包含了替代役 疫警 疫宵跟民防團體在內的可視名利 加強彼此的合作跟訓練 除被重大災害的應變能量 不過外界也質疑 這是不是變相的組成民兵部隊呢 替代役訓員一字排開 聽從國軍幹部的引導 一發接一發扣除實彈 從社會服務到實地參與基礎軍事訓練 反映異難角色和單位任務 正隨著政令逐漸轉型 替代役被疫人員的涉及和治安維護訓練 從今年六七月開始施行 而替代役的訓練及管理中心 也隨後改稱了社會任性訓練執行中心 顯然名利運用的布局 早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按計畫啟動 當台灣做好準備 展現決心 國際上理念相近的夥伴 會更願意協助台灣 總統府任務編組性質的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在9月26號成立運行 核心任務其中一環 是充實為數40萬人的可視名利 那過去曾經有名義代表說 我們的民防訓練 每個人的預算太少 這個一年才幾百塊而已 表示說他的訓練比較偏重是靜態的 但是我們知道民防在整個戰爭體系的時候 非常重要 他並不是說要上戰場 而是怎麼樣穩定後方或維持社會秩序 期望系統性強化民防能量 主責執行的內政部有意從每個鄉鎮市區公所层級 著手建立防災協作中心 接收分配整體名利 同時也加強和民防志工組織或社區守望相助隊的合作往來 未來透過相關演訓和專業認證 培養具有規模 能有效協助災民收容 救護跟穩定秩序的任務型團隊 然後蔡總統任內 我們經常聽到有所謂的網路任性 通訊任性或者是政府任性 其實就是政府在面臨灰色地帶行動 或者各種突發狀況的時候 各個不同的機制本來就有 但是它是分散在各部會的 所以成立全社會防衛任性 就是怎麼樣整合現有的相關體制 尤其是面對中共的灰色地帶行動 或者是未來 將來如果中共對台 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的時候 規劃所指的40萬名利 包括近27.8萬名 現役和替代役被役人員 48000名義銷 和役警民間災害防救團體 共7.6萬 也就是既有全民國防體系的民防系統 其中被視為主幹的替代役 近年從18天軍事基礎訓練期間 就被要求學習步槍射擊 和EMT-1出擊救護 2024年起被役招訓 再加入了治安維護和防災演練 用意如同扮演國軍 堅持後盾 這個事實上面是分割了很多的 我們的國軍的武藏部隊 它主要的邊線 它主要還是一個輔助的功能 那麼在真正到了任務需要的時候 甚至於到了作戰的時候 這些人的話 還是沒辦法完全 這個能夠執行 他所分擔的這個任務的 然後甚至於他要到前線 要運送某些的物資 或者某些的器材 或者是執行某些的任務的時候 那他有沒有被告知說 他會變成是戰鬥員 譬如說 內政部現在在從事 所謂的防災式的訓練 所以他可以投入什麼災害防救 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等等 他不一定是到第一線作戰 目前官方定義 民力不等於民兵 不過整體構想上 國防和民防都列入了全社會防衛任性架構之內 由總統賴清德和副總統 以及總統府官會兩位秘書長主導的委員會 未來是否清掌軍領狀 在總統的層級 組織了很多專案的委員會 那這應該是一種政策統籌的 這種規劃的指導 那以後要落實的話 應該還是要相關部會來處理 以後這個東西到底是政策指導 還是說他會插手到實際的執行面上 難解的現實面 就是常備部隊招募不如預期 又要如何打動民間益勇 過去的民防組織 好像是不太能滿足未來的需要 對不對 可是這是很多年累積起來的結果 在心理上和習慣上 我們大家沒有把這個東西當作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主動的這個配合的意志來 來這個響應我們政府的號召 這樣這件事才辦得通 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你這個40萬不過也就是畫一個餅而已 或者說你要表演一出戲 給美國人看 說我們有這個自我防衛的決心 起心動念 強化韌性 難題卻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TVB的新聞羅氏彭耶甫特報道 好 繼續今天十點不一樣精神 我們趕快帶大家來關注 這影響大家好多天的山陀兒颱風 今天中午在高雄小港登陸 夾帶著狂風豪雨 也讓南台灣的災情不斷 路徑的變數真的是很多 而且罕見的是從高雄登陸 還刮起了17級的強震風 不斷挑戰歷史記錄 山陀兒颱風在台灣家門口排回多日 3號中午登陸高雄小港 為南台灣帶來猛烈風雨 風大到人都站不穩 南部多處地區傳出災情 路數倒塌 招牌掉落 海堤更湧起五層樓巨浪 但狹帶猛烈風雨的山陀兒 登陸後強度將減弱 有可能消散在台灣上空 看得出來它登陸之後 很快的再往陸地 內陸的方向再推進 那預估未來的話 應該它會慢慢的 沿著山脈的方向 往北的方向逐漸的移動 那強度上來說的話 在登陸後 整個強度就會很快的減弱 山陀兒登陸後 受到地形影響 環流溃散 根據最新氣象預測 雖然還會在台灣上空 停留一段時間 但最終會轉為熱帶性低壓 它在登陸前強度 已經逐漸的在減弱 登陸之後受到陸地的摩擦 它整個減弱的速度 又會再更快 因為它整個環流會變形 然後整個豐延的狀況 結構上來講 也會快速的 就會崩潰掉 它的核心看起來 並不是很大 那這種不是很大的颱風 受到地形的影響 會更明顯 山陀兒孔城維紀2001年 台美颱風使上第二個 消散在台灣上空的秋台 不斷挑戰歷史紀錄 路徑變數多 更罕見從高雄登陸 甚至刮起17級超強震風 為南部地區帶來極大破壞 秋天的颱風 要直接從我們南台灣登陸 這是非常非常少見的個案 那從過去秋天的颱風生成之後 大部分都是由東往西 經過菲律賓的呂宋島 或者巴塞海峽的這種路徑 那對照浮浮風級表來看的話 大概是17級 那過去在我們六都 要超過17級的 這樣子的強震風的颱風 目前是沒有 山陀兒路徑詭局多變 讓人不禁想起1977年 重創南台灣的塞洛馬颱風 兩者路徑相似 尤其塞洛馬當時在高雄 吹出16級風 奪走37條人命 是老高雄人永遠的噩夢 塞洛馬颱風就是這樣 在高雄產生非常非常大的災害 電線桿的斷跟電力的供應 幾乎要花上一個禮拜 它才能夠恢復正常生活 我個人會有一點擔心 我們的輸電網或輸電塔 或者那些電會不會受到 這個沒有經過破壞的颱風 帶來的風的影響 山陀兒颱風路徑變數大 預測變得相當困難 根據日本氣象廳最新陸進預報 颱風可能在登陸後不會繼續北上 4號會掉頭從高雄出海直接閃人 但我國氣象專家對這項預測 保持不同看法 整個向北分量的情形是蠻明確的 目前這樣推估起來 日本目前最新的預報 先上了我們的陸地之後 又往南折返 然後回到了西南部的海域 最後變成熱帶性DCR的機率 相對是比較小的 日本氣象廳的預測 應該是它減弱之後 可能只剩下一個很弱的低層環流 因為接下來台灣附近的 會呈現是一個比較東北季風型的環境 所以它又被東北季風慢慢的帶出海 但是問題是它的強度減弱之後 很可能就是熱帶性低氣壓 甚至只是一個普通的低氣壓 它也不是颱風了 接下來東北季風的環境 也不可能讓它再發展起來 秋苔威力不容小覷 面對日益極端的氣候變化 必須提高防災意識 即使山陀兒將轉為熱帶性低壓 但采魚的降雨和雨勢 對台灣部分地區仍造成影響 TVBS新聞 黃光維 劉燕宣 台北採訪報導 在秋天這個時候 形成的颱風影響的路徑跟強度的因素 相比夏天真的是複雜許多 主導不再只是太平洋高壓勢力 還得考慮東北季風跟北方的朝鮮系統 而這回山頭的颱風 就是因為進入兩個高壓的中間安行場 缺乏導引氣流才會滯留這麼久 在我們的西邊的話 有大陸高壓 冷高壓 在我們東邊這一塊沒有雲這一塊 就是太平洋高壓 正好這兩個高壓之間的話 比較弱的我們叫安行場 這颱風正好進入安行場 缺乏導引氣流 讓山陀兒就像顆陀螺 在台灣西南方海域 幾乎可說是原地打轉 路徑上一修再修 甚至連登陸時間點 也是不斷往後延 其實跟它生成在秋天 有部分關聯 一般在夏天的時候 颱風移動的力量的主要 就是太平洋高壓 在主導它移動的情況 這效果是最大的 但秋天不太一樣 秋天除了太平洋高壓之外 而且還有高層朝鮮 底層的東北氣風 都會影響到它 所以在預報上來講 就會顯得比較複雜一點 主要就是因為 它進入了安行場 進入安行場之後的話 島嶼它視力都比較偏弱 所以它會比較緩慢 向西北西方向在移動 比起夏天主要觀察 太平洋高壓視力即可 一旦進入到秋天 又有東北氣風冷空氣 以及北方朝鮮系統 都會互相牽制颱風 也讓預判上增添了困難度 一般我們在講秋台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那麼單純 一般我們講的秋台是 這個颱風 它跟東北氣風 產生雙重的影響 進入到這個中秋過後的這個颱風 因為影響它的這個環境因素 又多了一個北方的朝鮮 所以變成它的這個 影響它的因素就比較多 所以變動度相對也比較大 在看到強度短時間內不斷增胖 吸飽水氣 迅速成為強烈颱風 原本預估山陀兒會以強台之姿 直衝南部陸地 但因為走的實在太慢 強度受到地形破壞 加上北方乾冷空氣擾亂 讓它強度慢慢減弱 不論從路徑再到影響威力 都可以看得出來 山陀兒非常多變 它在同一個這個海域 停留時間太久 因為颱風是低壓中心 它會攪動這個海水的一個溫度變化 會讓這個比較深的這個 冷的海水溫跑到海面上 海溫就下降 海溫下降 就讓颱風的強度就會減弱 我想這是第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減弱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在同樣一個地方太久 其實它的環流 其實也會受到地形些微的破壞 而如果縱觀未來的颱風屬性 國際科學家研究已經示警 隨著暖化以及海水溫度越來越高 對於颱風生成以及強度 也會有所變化 清台颱風各述近幾年觀察 雖然減少但降雨強度增加 過去百年來7到9月 颱風季降雨強度 每10年增加18.4毫米 秋季每10年增加19.52毫米 2024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也提及 未來侵擾台灣的颱風 傾向於數量減少 但是強度增加 代表風雨威力更加強勁 暖化的情境之下 大氣層的上層跟下層之間的溫差 它會變小 它會慢慢的變小 那等於說會讓整個大氣環境變得更加穩定 而不利颱風發展 但是呢 當暖化呢 也會造成海洋的表面溫度上升 那會提供颱風更多的能量來發展 並且呢 它會傻帶非常豐沛的水氣而影響到陸地 也讓整個天氣事件呢 會變得更加極端 極端氣候不只強造雨汗溫度 就連對颱風習性也會帶來改變 更考驗著氣候監測能力 預警資訊能否及時應變 特別新聞正式為 陳如環舟宣台北報導 花蓮今年受到地震跟颱風的影響 整體觀光損失達到百億 從0403地震之後就有至少5家觀光業者 跟縣府提出大量的解雇要求 顯示現在花蓮的觀光業真的受到很大的衝擊 而且很多業者表示 因為常態性的封路導致交通受阻 減少了大家來玩的意願 拿出警示燈以及封條 這裡是花蓮玉里德烏里 能亞橋北端10公尺 因為大雨來襲 土石滑落邊坡導致交通中斷 在花蓮 像這樣因為天災交通受阻的案例非常多 尤其在經歷地震 颱風 花蓮整體的觀光經濟受到很大衝擊 前一陣子人力銀行他們針對的 全台灣830幾個旅宿業 有做了一個大型的一個產業情況調查 那5成2的業者 他們是感受到今年 他的整個業績是比去年同期衰退的20%平均 那以分類來看 花蓮業者最辛苦 花蓮業者他比去年 大概業績衰退加進8成 殘兜業績直接比去年少8成 讓不少花蓮觀光旅宿業者無奈嘆息 今年花蓮歷經了040賽地震 已經受到很大阻礙 加上清洗台灣的颱風 花蓮地區多數都會受到影響 不管是土石滑落或是道路中斷 交通和安全兩大問題 終極花蓮觀光 業者表示今年的慘況 比起疫情年的冷清還要慘 在震災後 又不斷地接連來台的這些風災 路又接連的才斷掉 你看花蓮的交通斷了幾次 然後今年颱風進來了很多次 所以今年的花蓮 甚至有業者就說 他覺得比疫情的時候生意還要差 山土耳颱風來襲 早在9月30號當天 鐵路下午3點南北都停止 公路也進行預警性封閉 花蓮觀光業者表示 對現在這種常態性封閉很憂心 交通中斷是家常便飯 影響旅客來花蓮意願 這一週因為山土耳颱風 訂房幾乎全部取消 接下來雙十假期 目前訂房率約六成 但颱風過後的交通狀況不穩定 也是隱憂之一 其實花蓮應該要去盤變 他的一個觀光資源 其實過去長久以來 一直去依賴這個所謂的 國家公園 泰魯的國家公園 這樣子的一個自然資源 但是這一次泰魯的國家公園 必須要去做長時間的一個修復 所以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源的話 那其他的資源是不是能夠去盤點 地震風災雙星席 讓很多觀光業者撐不住 根據花蓮縣府統計 0403地震之後 與數月已經有五家業者 提出大量解雇 大量解雇的通報人數是301人 學者估計地震加上颱風 花蓮目前觀光產值損失 至少破100億元台幣 當時就有其他業者在觀光 現在颱風不斷 恐怕也重創遊客信心 呼籲政府能拿出更多配套措施 拯救東部悉慘觀光庫境 第一個期盼政府配套補助 能夠長遠而且更全面 以及道路規劃上 是否能讓花蓮連外交通 有顯著改善 增加旅客有玩信心 雖然五月天來花蓮開演唱會 的確讓那幾天的住宿訂房量 暴增了不少 但不能只靠那幾天 如何長久延續的觀光政策 成了政府當前課題 五月天去那幾天花蓮一定都客滿 可是五月天他不可能天天都在 那五月天之後呢 我們要問的是之後呢 你是不是能夠一棒接一棒 一個活動接一個活動 那這下靠誰 這些絕對不是靠地方政府 那絕對是中央加地方 先手努力 才有辦法一棒接一棒 地震風災 雙重夾擊 花蓮慘淡觀光 目前尚未看到解放 在政府還沒完全提出配套的當下 業者也只能縮緊褲帶 咬牙苦撐 TVN新聞 張家寶 藍元明 台北財務報導 偶爾在農業損失部分 山陀兒來襲 有一命將船隻吊上岸 停在停車隔避免損壞 蒜農則擔心過去幾周大雨 造成的損害還沒恢復 這次颱風帶來的雨勢 加上大潮恐怕更慘 風聲大 雨點小 漁船靠岸綁井 正是三日上午的高雄永安漁港 陸地上的停車隔 停的不是車 而是船 這一次比較特別就是 有蠻多的漁船 都弄到陸地上 已經在原本該停車的位置上 有進於上市 台米來的時候 又剛好時風漲潮 那所以那些漁船即使綁定了 但是因為水面 已經溢到這個陸地上來 所以漁船難免還是會碰撞 上回颱風來 漁船雖然有綁好 但還是被撞壞 損失慘重 這次漁會用吊車 索性把船吊上岸 不過沒有想像中的風大雨大 大家就會心情會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憂心重 漁民也是就好像已經 停止出海捕撈 大概一個禮拜了 颱風一直逗留 他們不能出去捕撈 少捕撈一天就是少收入 要將颱風可能造成的災損降到最低 農漁業看天吃飯 雲林的農民也撞了一旦 玉米被吹得歪歪 上午颱風還沒登陸 風勢就已逐漸增強 山頭的颱風 人味道 生鮮到 威力可見 不一般 風就是很大 然後 又是貓貓雨 中秋節前後是大蒜播種期 前幾週的大雨 蒜頭田受災嚴重 農民擔心 颱風雨再來 適逢大潮 蒜頭泡湯 新血漿付諸流水 今天是農曆的初一嘛 那如果 叫我們氣象局所報的話 大雨 如果整個下來 然後又適逢漲潮 那這樣雨水勢必 會排不出去 會像九月底的時候一樣 就是那個蒜頭 會泡在水裡 這樣泡在水裡 然後隔天水退了 或是沒退的時候 整個會爛掉 現在農民會擔憂的就是 現在要再翻 翻耕也不是 不翻耕也不是 然後所以農民 現在都很擔憂 雲林大蒜 種植面積超過五千公頃 產量佔全國九成以上 極端氣候下 似乎就因為大雨受災 一百公頃 其實蒜頭 你種植下去 你還是要淹水 但是你不能 一直泡在水 很多農作物都是一樣 包含 現在 要即將要採收的 白蘿蔔也是 在九月底的時候 那個 大雨 驟降的時候 也是導致 那個很多菜 都泡在 泡在田裡 很多農作物都是有這種情形 所以你看農民都是 看天吃飯 他希望下雨 又不希望下得太大 農業部統計 7月凱米颱風 造成的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 估計損失36億301萬元 其中以台南 雲林 嘉義 屏東 高雄最嚴重 除了農漁業 每當有達放假等級的颱風報道 都會衝擊各行各業 台灣一年的GDP大概是23兆台幣 如果你換算成365天的話 每一天大概是600億台幣左右 當然颱風價也並不是大家都不上班 還是比如說像軍警銷人員 他們非常的辛苦 還有一些行業 他們在颱風天 他們其實未必會停工 比如說我們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廠商 鋼鐵廠 石化廠 他們的機器是不會停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有排輪值的同仁 颱風天對於台灣可能影響最大的 未必是製造業而是服務業 比如說你今天沒有到美容院去洗頭 明天就算美容院開了 你不會去洗兩次 服務的東西時間過了 它就不會再彌補了 所以我們把600億大概除以一半 也就是說大概有一半會受到影響的話 大概是300億的新台幣 所以一次颱風來 其實對台灣的影響 我想最主要是在服務業的部分影響最大 山頭的颱風持續影響台灣 經濟損失有待估計 能做的就是充足準備將災害降到最低 TVB的新聞 陳旭一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